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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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好 當然 希望自己長命百歲 至少人會有老幾天 到年紀大了之後 希望不要病痛 不要麻煩其他家人 或者是你自己的伴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年前不幸患上腸癌 現在飲食習慣更健康 而且極少吃肉 我其實從來對飲食都很留意 所以我不知為何有腸癌出現 最好少腸癌出現的時候 一顆色肉都沒有 我只能夠歸咎 可能是2000年之後 我十幾年在大陸工作 那時的黑心食品 都未披露之前 我吃了很多不應該吃的食物 相對我家人很大份 我算是OK的 我吃給20歲已經很留意 正常情況在家裡 我是不吃肉的 吃很多蔬菜 會吃雞蛋 我喜歡吃雞蛋 鄧達志對於飲食的堅持好驚人 試過因為硬硬發炎 而現在吃澱粉質和糖 我醫生朋友怎麼辦呢 他說可能真的 因為你的發炎那樣影響 你吃少一點澱粉質和糖分 你看看有沒有幫助 他趕完之後 我索性不是吃少一點 是不吃 不吃了幾個禮拜之後 回到香港 然後我剝了牙 那幾天又沒有吃東西 竟然我發覺 我的腰都沒有了三寸 我覺得這件事很厲害 我一直堅持到去到一月 今年一月 我都不吃澱粉質和糖 只不過 完全是吃澱粉質和糖 令它太潮水 所以今時今日 他說 養生一定要糙米氣 現在我吃少許的澱粉質 早上我會吃大半碗飯 或者一碗飯 飯是多數是糙米飯 否則白米也沒有所謂 我用半個洋蔥和薑 來炒香 不用油的 用熱鍋 因為洋蔥本身是甜的 所以不用糖 不用鹽的調味 用食物本身的味道 飯本身也是甜的 因為薑是驅寒和活血 早上吃其實是對身體好 始終飯 中人的氣 氣之下有米 不臭米氣哪有能力呢 保持飾爆身形 飲食節制之外 又怎會少得勤奏運動呢 我喜歡行山 我喜歡行路 就算我不是做健身 跑步之類 我只是走快步 一個星期四次 又久不久走一次山 走一整天的山 出一大新航 雖然它不是劇烈到 好像跑馬拉蟲 不是那種 但持之以行 是對身體有悲憶的 絕對是好的